POWER AUTOMAY 情绪 大家好我是杨启山 欢迎来到POWER AUTOMAY 情绪学 因为今天讲的是POWER AUTOMAY 我们今天要讲POWER AUTOMAY跟OUTLOOK的应用 我们要自动备份重要客户的信件 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流程图 不好意思这个流程图画的不太好 但也是可以说的 就是信件来的时候 第一个这个信件来的时候 每一封信件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检查是否在客户的名单里面 那如果是的话就是一日期客户编号主席 来备份 那不是的话就什么都不做 好就这样 然后我们开一下这个Excel 我也讲一个Excel 所以我会检查这个Excel 它有没有在这个档案里面 就是检查是不是在这个名单内 因为我们需要厂商扣做备份 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做 我们就是POWER AUTOMAY 里面 我就新增一个流程 这个自动化云端流程 那就是重要信件备份 是客户 好就这样 那我先复制一下 然后选略过 因为我要用这个Outlook 新邮件抵达时 那新邮件抵达时 选它在inbox里面 那这标题我先储存 好 当新邮件抵达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确认它有没有在Excel的里面 所以我们要列出表格中的列 那我们去选我们的Excel档 我是存在OneDrive里面 好 因为POWER AUTOMAY 云端的都要存云端 不然地端会连不到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要透过 你要建一个Gateway而已 那资料表选表格1 好 那我们要筛选 筛选 那就是email email 好 那要选这个 从 from 那就储存了 好 再新增一个步骤 那用编辑 在资料作业下的编辑 在资料作业下的编辑 这很好用 我很常用 算是 然后 我写一本书 这个是重要的观念 但不知道会不会出版 好 来 那我们先储存 好 到这里我们就来测试 那我就到outlook里面 我就新增一封邮件 那我先寄给自己就好了 因为我在重要客户里面 自己寄给自己 我就是重要客户 next 好 按送出 那我回到automay里面 那它等一下这边 就会 就会 开始 去整理 看一下我们执行 OK 那它正在执行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应该已经跑完了 好 因为我在重要客户里面 所以 结果就是会一次1 那我们再做一次 不是再来做一次 继续做 点选这个控制项里面 条件 这个编辑这个输出啊 如果是等于0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做 那如果for的话 我们就要备份邮件 那 这边我把它放大 outlook 好 选outlook 然后 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 汇出电子邮件 好 那这讯息识别码 我们就选 下面这个 有一个 讯息识别码 OK 但这样 没有真的备份 那 接下来做 OneDrive 备份 我们要存在OneDrive里面 好 这个OneDrive下面有一个 这个 建立档案 直接选 那 档案路径的话 你开心了 我就选 这个 教学里面 好了 那档案名称 因为刚刚有讲 要用日期 今天的日期 那个 这个 厂商code 跟 主旨 好 那我们要用今天的日期 所以用运算式 这个 utcnow 好 我要今天 yyy mdd 好 加一个hyphen 在中间 然后 厂商code 好 再一个hyphen 那还有这封信的 邮件主旨 OK 打到内容的话 我们就选择 汇出电子邮件的body 这样就好了 好 按儲存 接着我们直接测试 我先用上一封的邮件来测试 我们选这个测试 自动 最近出发 就是 2分钟前 OK 那它很快就 因为是 因为是 一键嘛 不等于0 所以是false 所以它就 汇出了 然后 存档 呃 我发现有问题 大家来看 那 我们先回到 OneDrive里面 你会发现 诶 这个档案 没有副档名 副档名 因为我忘记key 好 那就发现问题了 所以我在这编辑的时候 因为我突然想到 诶 这是之前做的 好 这一个才对 这个里面 忘记加负档名 这个eml 要加 好 好 再测试一次 ok 它应该很快就好了 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 那 这一次就有eml 有没有 test这个 耶 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今天教学 就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喜欢 那如果有 有 有 有问题可以留言 那我 会再做一个 做一个fence 好了 就是大家可以提问 你可以 你有想做的case 你可以提问 那就这样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